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如這個圖 C是這個AB上的一點 那這兩個三角形 都是正三角形 而且這個三角形的邊長是3 這個正三角形的邊長是1 那麼他問說 那這個F是CD跟AE的交點 他問這個AE的等多少 這怎麼做 首先我們看 這兩個平行 為什麼 因為這是正三角形 這是60度 這也是正三角形 這是60度 這兩個角是同位角 同位角相等的話 這兩條線平行 既然平行的話 所以這兩個三角形相似 因為這個角跟這個角 這個角跟這個角 是內錯角 這兩個三角形相似的話 那麼這個比這個 就等於這個比這個 這個是1 因為這是正三角形 這個是3 這是1比3 所以這個邊長是1比3 也就是說 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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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3 AF 是等於1比3 好 那現在我只要能夠把這個AE 算出來的話 再把它乘以4分之3 就是AF 好 那AE怎麼算 我知道這個是正三角形 我知道這個是正三角形 我現在給它做高 那做高的話 這個是2分之1 好 這2分之1 切下來剛好是 就是把這BC的芽把它切成兩半 兩個相等一半 那這是1 所以這是2分之1 那這個多少 這個是2分之3 為什麼 因為這是60度 30度 90度那個三角形 好 啊 所以呢 這個是1比3 那是2分之1 所以這一段是多少 2分之3 所以這一段2分之3 那這一段呢 這一段就是3加2分之1 那這是一個直角三角形 所以我就曉得 AE等於多少 AE是等於多少 AE是等於多少 B是第5 就2分之3的平方 2分之3 平方 那這樣多少 加上3加2分之1的平方 3加2分之1是2分之7 2分之7的平方 那2可以抽出來 跟到多少 跟到3平方是3 7的平方77 49 所以這也是52 那52的話 可以用4除 414 4312 所以上面是2 根號是3 跌掉 所以AE是等於 根號是3 那AF呢 AF呢 AF 是等於四分之3 喔 因為這1比3 把它割成4等分 它得3等分 那乘以後 AE 所以這是等於四分之3 1 根號是3 1 1 2 1 2 1 1